各位新聞界的朋友 多謝大家來到我們今天這個 香港大學畢業生議會 特別會議的新聞發布會 在開始之前 我會介紹一下我們其他到場的 常務委員會裏面的委員 包括我們的書記Mona Tam 我們的委員Elaine Liu 我們委員George Yun Ernest Wong Peter Gwan Alex Hong 還有Alex Lai 我還有沒有哪位留了 我應該差不多了 我就想講講今天大致 這個記者資料會的流程 我就會開始的時候 就會跟大家講 有關昨晚到現在這一刻 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就會邀請主席 公佈我們這個特別會議的 一個投票結果 之後我們就會解答一些 傳媒的提問 我們完了之後 因為我們這次也邀請了 這次負責這幾個三項 同意的代表 包括了葉劍員議員 另外一個代表彭雲基先生 和張穎琦小姐 就來到出席的 我們解釋完有關 這次會議的結果之後 我們就會留給三方的代表 他們再跟媒體在這裏講講他們的看法 首先我要代表香港大學生 香港大學的畢業生議會 感謝所有參與的會員 以及感謝香港大學校方的支持 昨天的會議基本上都是順利進行的 就是昨天整體的出席人數是3402人 這個也是一個對我們來說 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由於有這麼多人的出席 所以就在昨天的會議的流程裏面 我想我這裏 雖然這個會議我們都認為是相知順暢 不過我都對於來到參與會議的 這個畢業生議會的會員 我們都表示 都要講一聲對不起 因為其中大家都要排隊 進來做登記的時候要排隊 投票的時候要排隊 但是大家都是秩序井然 我們都感覺到很欣慰 這次就在整個由我們開始做這個工作 只是簡短地是有一個星期的時間 工作壓力是非常之大的 現場昨天大概是有港大的教育職員 和我們畢業生議會的理事 加起來也有超過200人在這裏協助 當然也要加上這個會展當中的工作人員 昨天7點鐘我們開始了會議 開始的時候大家都知道 我們邀請了三方面的代表發言之後 我們就展開了投票 投票我們一直整個投票的程序就是 就是我們總共每個投票區 我們都有電視的錄影的 確保整個流程我們都有充分的監察 除了大家要投票的時間輪候 條隊比較長和時間比較長些之外 在投票方面我們基本上 我們沒有聽過任何不好的評論和意見 在投票完了之後 我們邀請了三方的代表 就是和我們封箱 所有的票箱 由主席簽名下封了所有的票箱 昨天總共有30個票箱 昨天主席在台上宣布了 在9點45分的時候 這個派出的表格 就是這個投票表格年和這個受票人表格 總共是9011張的 當然這個就不是最後的結果 最後的結果一期間 你等主席 這個是經過審計之後 就是主席會宣布的了 那麼我們主席就簽了 就是封了這個箱之後 然後我們在另一個房間 就即時展開這個點票工作 那麼整個點票的工作 我們就是委託了這個獨立的審計 就是來進行的 剛才我們介紹過 就是香港立訊德豪會計師事務所 來負責這次的點票工作 點票工作 基本上可以說分成三個部份 第一就是要點 為什麼我們要派出的表格 以及剩下的表格的統計 因為印了多少表 派了多少表 以及剩下多少表 這些數字是必須要一貫的 所以這裡我們花了一段時間 接著第二項的工作 就是需要去點票 由於涉及六個動議 大家知道每個動議 都差不多有九千多票 那時候就變成了點票時間 比我們預期中很久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早到11點 原本是原定11點開這個會的時候 我們是要決定再退遲兩個小時 因為今早到11點的時候 我們才剛剛點完所有的票 而負責審計的會計師樓 它需要即時結束這個點票之後 也要將所有的資料 它重新檢視到一次 最後就是讚審這個審計的報告 交給我們才是結束這個審計的工作 那大概就是沉默到今早的整體的流程 就是這樣了 換句話說 我們整個流程我們是認為 都是按照了我們原先的設想 一個公平公正和一個公開的方法 是完成了這個投票和點票的工作 而昨晚在大會上 除了三個代表發言之外 也都有54位的這個我們會員 在會場上是發過營的 那相信昨天有會場的朋友 都大概是知識的內容 這個簡介就到這裏了 接下來我請眾安先生 就跟大家介紹 報告有關這個審計 出來的投票的結果 請說 在中国人中文字幕前的 我会不会有关系 全部进行中文字幕前的 中文字幕前的 中文字幕前的 为了订阅 人们或是 几个人 为了计划 是 9298 即是在議會紀錄的合資格投票 和他們的授權票 總共是九千二百九十八 In order for a motion to be passed The number of votes must exceed 50% of this number 如果一個議案要通過 就一定要收到超過百分之五十的這個數目 才叫做通過 The first motion or what was registered 50% of the number of registered voters will be 4,649 In other words, a motion is only regarded as passed if more than 4,650 votes are received 因為半數以上的數目就是4,649 所以一個議案要通過 就一定要接受到4,650票或以上才叫做通過 The first motion or what was marked as motion 2A which reads, this convocation is of the view that the University Council suit in accordance with established procedures and precedence confirm the recommendation made by the search committee of the search committee for the appointment of Pro Vice Chancellor academic staffing and resources within 30 days from today and failing that should provide written reasons and justification for their delay and their decision to the convocation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soy this議案就是要說要校方的校委會 30天之內就是要委任副校長的 這個議案就是收到7821票 所以這個議案是贊成的7821票 所以這個議案是通過的 The number of votes for this motion was 7,821 so this motion was passed 第2個議案就是2B This convocation is of the view th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rdinance and all consequential provisions including the university rules and regulations should be amended such that the chief executive shall not be the chancellor and chief officer of the university This motion received 7,657 votes for the motion so this motion is passed 這個議案是通過的 就是要求行政長官 就是要求行政長官 不應該是學校大學的校監的 這個議案就是有7,657票贊成的 所以這個議案是通過的 第三個議案是2C The third motion is 2C This convocation is of the view that in the alternative to B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rdinance and all consequential provisions including the university rules and regulations should be amended such that the rol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such that the rol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s the 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y shall only be ceremonial shall only be ceremonial This motion received 7,756 votes for the motion so this motion is passed 剛才讀出的議案是2C 就是要求行政長官在大學校監的職務 只屬於禮儀性的 因爲這個議案是獲得7,756票贊成 所以這個議案亦通過的 the next motion is 2D The convocation shall set up a working part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solutions B and or C above This motion received 7,745 votes for the motion so this motion was also passed 這個議案比較容易 就是要求香港大學畢業生議會 成立一個工作小組去執行 或者跟進以上的事項 這個議案是接受到7,745票贊成 所以這個議案是通過的 the next motion motion number 3 that the convoc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 of the right view and do support and endorse the John statement dated 30th July 2015 issued by the deans of all ten facult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 copy of which is attached to the motion and resolution this motion received 1,814 votes for the motion this motion received 1,814 votes for the motion so this motion was not passed 這個議案就是要求香港大學畢業生議會 通過贊成10個院長的聲明 在2015年7月30日會聲明 這個議案是獲得1,814票贊成 所以這個議案是沒有通過的 the last motion number 4 the last motion number 4 that the post of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ust be filled by a candidate who is acceptable to the members of his teaching and non-academic staff as well as students this motion received 7,633 votes for the motion so this motion was passed 最後一個議案就是說 校委會主席需要教職員和學生 要可以接受的人選做他們的主席 這個議案獲得7633票贊成 所以這個議案也是通過的 以上的報告就是講完了 有關這個投票結果 具體的資料 我們會在這個投影器上面 會把結果給大家 另外我們也會派發所有的結果給大家 剛才主席就講了有關這個五個動議的結果 或者主席還有沒有什麼補充一下呢 沒有什麼特別的補充了 沒錯 現在這個特別會議完成了也都有結果 我們畢業生議會的首要的任務 就是把這個結果交給大學校長和校委會 是讓他們繼續去跟進的 好了 現在開始 如果台南有請提出 看什麼時候 老闆說說是代表哪個傳媒機構 謝謝 請 黨台的 想問一下 想問一下溫主席 就是這些議案 你五個通告的議案 都是一些無藥重力的議案 你們會怎樣 即是會給校長和校委會去跟進 他們怎樣會給他們去跟進呢 或者會不會讓他們都要接受 如果他們不接受 你們有什麼行動呢 或者會怎樣去 要求他們跟腳後的結果去做一些決定呢 畢業生議會的工作就在我們的約章和條例寫得很清楚 我們的主要工作和職權就是提供一個平台 給那些校友去討論有關影響大學的事情 所以昨晚我們提供了一個大會 讓很多校友可以向大學提供的意見 我們得到這個結果就會交給大學 由一個大學的校委會和其他的單位 就是會執行校方的政策 就不是由畢業生議會去執行政策 或者是決定政策的 還有另一位 謝謝 Also from RTHK Some of these results are actually quite overwhelming How important do you think it is for the council to consider the views of these graduates? and how will you follow up on the case if the council refuses really to consider them?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 As I have tried to explain the role of the convocation is to provide a platform to enable views of the graduates and teachers to be expressed and articulated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council is to execute or to follow up is a question for the council to address 旁邊那位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今次的票數 任何的議案都頗高通過 其實這些票數會不會對校委會會令他們做出壓力 會做一些效果 我也想問問 其實這個案2D 都說到評議會應該成立一個working party 去跟進二司和二司的議案 那其實之後議會會怎樣跟進一件事呢? 問題關於是校委會怎樣處理 就麻煩你問一下校委會了 至於議案2D的結果 就是要求畢業生議會去跟進成立一個工作小組 這樣東西我們是會根據我們慣常的方法去處理 我們就會成立一個工作小組 大概我們希望一兩個月以後就可以成立 一兩個月以內可以成立這個工作小組去跟進 好 謝謝 有四記 鄧先生 想問一下現在有9000個學生出來體態 是 其實你們作為畢業生評議會 是 罰得的人數算不算是很多呢? 是否表達了很大強大的民意 你們又怎樣評估 為何在這個時候會這麼多人出來表態 是否很多人很關注呢? 而學校是否應該聆聘呢? 另外想問一下教局 昨天我們出了一個聲明就是 不要向校委會施壓 又說到那個校監一定是由 根據法例是由手做的 不要云法 那你覺得這次的結果出來 又是否對校委會施壓呢? 就好像教育局這樣說 你們怎樣回應教育局的聲明呢? 首先就不是由這個議會去回應教育局的 你想知道教育局怎樣想呢? 你要問回教育局 那你覺得是有壓力嗎? 讓我慢慢回答這些問題先 我們畢業生議會的總人數是十六萬二千的人 至於昨天出席的數目和有投票 或者有授權書的投票的人數 剛才已經宣佈了有多少代表性呢? 就是個人的想法 我就是不會評論的 你可以計算一下是代表百分之幾多 至於你說昨天出席的人數 是不是很踴躍呢? 我就說是都很踴躍 因為這個是第一次由1958年成立這個議會 我們第一次舉行一個特別會議 是因應有校友 有一定的校友的數目提出 要要求開這個大會 而是我們第一次開這個大會 就是這一種形式的大會 忘記了你還有沒有題目 我還沒回答過 你覺得投票結果 會不會對校委會造成壓力呢? 應該是否應該 你問校委會會不會感到壓力 我覺得壓力這件事 就是人生在世是很多壓力的 很多壓力的 你怎樣處理這些壓力呢? 是個人的事件來的 就是不可以問一個人 怎樣處理人家的壓力的 你的壓力是要自己處理的 謝謝 I'll try to take up your questions as far as my memory can remember The first question I think is about how and when we would set up this Working Party I we first of all we would refer all the results of the EGM to the University and to the Council and then we would examine what has happened and within one to two months we'll set up the Working Party As to the composition of the Working Party, this has to be discussed and work out between the parties concerned But we hope to set up the committee, the Working Party within one to two months As your next question was to, was my view on the turnout or something to that effect As chairman of the Convocation I do not think it is appropriate for me to give a view on such matters But it is the first time the Convocation has been asked through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rules of Convocation To convene an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by what we call by requisition under the rules of the Convocation I think my personal view is that with so many graduates and teachers attending an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Would be something rather extraordinary are you you 明道 想請問一下可否公佈授權票的情況 可否公佈會否有些前十個拿到最多授權票給個人 我想我們因為這個涉及個人的資料 我們不會在這裏公佈的 授權票的整個數目大家看看 因為剛才都說了 因為我們昨晚以個人和授權出席的總共9298 這個就是一個總數 其實想問一下對於這次的結果 你們覺得是意料之外還是意料之內 以及當你們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之後 具體的工作會做什麼可以講一講 謝謝 我覺得就是意料之外 意料之內 如果我們是可以預知 未發生的事 我們就不需要等那件事發生了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問題 本身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剛才我用英文中文都講過 這個是1958年我們議會成立之後 第一次是因應校友要求不舉行的特別會議 即是沒有先例 沒有先例 沒有先例 那是怎麼說 即是第一次發生的事 還有什麼問題 因為兩條問題就是最後 好嗎 這一位和各位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如果這個月底 下委會會會處理副校長任命 假如下委會是突破先例 是否決了任命 你們會怎樣跟進 還有你們在這個之前 你會否都呼籲下委會 跟那個紀念的程序去任命 根據某社會委會的任務 法國大長見證 這也是假設性問題 我試一下回答 那個校委會怎樣決定 就是校委會的問題 那議會會怎樣跟進 就是議會是剛才我講 是十六萬二千的人 我們這個常設委員會 會怎樣跟進 會怎樣跟進 一件未發生的事 就要等那件事發生了之後 那個常設委員會 就是會去研究 當時的情況 就作出適當的回應 數碼電查記者 宏娟廷 我想問一下 其實今早有下務委員 就接受訪問 就說覺得今次不接新議會 這個議案 其實是有點向校委會施壓 有些類似恐嚇 其實不接新議會 為甚麼看 另外剛才主席都說了很多次 就是說今次只是 今次其實是第一次開AGM 其實史無前來沒有得評價 但其實過往 港大都發生過很多 可能社會上有很多異見的事 譬如可能之前八一八事件 或者甚麼都好 都沒有啟動過 這個機制要召開畢業生議會去討論 可不可以講一下 其實因為今次 委員副校長的事 而召開畢業生議會的EGM 其實有甚麼意義 正如我剛才說 一件事有甚麼意義 是個人自己去想的 我不可以代表別人說 這件事對我很大意義 或者是有甚麼事有甚麼意義 為甚麼以前的校友 沒有就我們這個議會的條例 去要求議會組織一個特別會議呢 我們要問回當時的當事人 才會回答這類的問題 也沒有甚麼意義 要追溯一下 任何事件或者事情發生 都有它的因果 即是不會說 貿貿然會發生一件事 當所有的情況 是許可之下的時候 那件事呢 你想它不發生都會發生的 所以你問為甚麼會發生呢 就要看一下當時 你分析一下當時的形勢 如果所有的條件都成熟 那件事你怎樣阻止 都不可以阻止到 即是天要下雨 梁要家營 是沒有人可以阻止的 多謝各位 講完了 多謝大家先 有些言論還未回應 思考 思考 盧寵寶今早說 如果要任何人 要下委會 按著你們的決定去投票的話 就是變成恐嚇 你同不同意那個狂 香港可貴之處 就是有言論自由 每個人都可以發言的 如果你想去了解盧教授 發言的意義 你要問回他 就不是問我的 我覺得 你剛才問天要下 要嫁人 是不是校委會做得很差 然後 你不問我 是不是校委員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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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請 請 請 我知道有些學家打算是訪問校友的代表 說你這次議案的校友 大家想訪問哪位 如果是我們的長期都可以在這裏 有否需要訪問校友的代表 有哪位 想訪問哪位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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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先 大家上 不如一起吧 介不介意的 范先生 分不開這麼多張 有何分啊 還是我們請大家拍張合照 不如拍張合照 拍張合照 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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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 上台 是 三位 演合照 是 二位 三位 三位 紅蓉 上台 您不用這樣 不要這樣說 不要這樣說 就是大家 大一點 一點 要不要握手我們拍張 是 先這樣啊 請坐後面的聲音 快點放下電話 有電話 可以坐在一起 這邊 坐在一起 右邊 坐在一起 好 坐在一起 我前輩子有拿回一點點 這邊 這邊 右邊 右邊 後面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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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三等 右邊的手機 麻煩 拍完了嗎 有沒有錄影還沒拍完的 我的手承著兩個手很重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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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你們先聊 哪位先 你先問你們 不要緊 不要緊 沒有所謂 沒有所謂 我想請我們其他的成員 今天有來到的 今天有來到的 Mac呢 Mac 可以加班 不要緊 你先坐 你先坐 拉上一點 好 拉上一點 多一張椅子 四位 三個坐 我們站在後面 站在後面 一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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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加多一張椅子 好 大家準備好嗎 我們準備好了 好 各位全民界朋友 各位香港的市民 我們今天是非常高興 我們在今天拿到的幾個提出的幾個議案 都拿到一個超過八成的票數 是一個相當高的票數 可以反映出整體校友和老師們 有參與這次投票的朋友 都是非常之強烈的一個訴求 這個訴求包括了 對於現在副校長任命 校務委員會是應該重促處理 和最重要的是能夠按照既定的制度 和程序和行事習慣 這個是非常之清晰的 如果沒有錯的話 應該也是今天是票數最高的一個議案 也觸發了整件事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議案的通過是非常之重要的 除此之外 其他的議案也得到超過八成的支持 包括了特首是否應該好像現在這樣的制度 是兼任校監呢 如果他是兼任校監的話 是否應該是一個儀式性的一個角色呢 這個也得到了相當大的支持 第三個是有關校務委員會主席的人選問題 大家都覺得校務委員會主席 應該要得到校內私生的支持 這個也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一個這麼龐大的參與 我們都看到這次我們覺得是香港大學的勝利 我們看到香港大學面對著一個非常之嚴峻的危機 但是關心的校友數量非常之大 他們也都走出來給了一個很清晰的聲音 這個清晰的聲音 我相信是整個香港社會都已經聽得到了 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 校務委員會會不會真的也都認真聆聽呢 我希望校務委員會並不是一些不看世界上其他人的意見 而只是專橫獨斷的 我相信他們不應該是這樣的人 他們在職責上面也都應該根據校務委員會的行事守則 就是要以香港大學整體利益為最高的衣櫃 那麼我們很希望校務委員會能夠盡快撥亂反正 做回他們應該做的事 我們要求的事很簡單 只不過是根據既有的制度和程序來做事就行了 這次我們非常感謝所有的校友 所有出席的校友他們的支持 我相信他們並不是支持我們這班坐在這裏的人士 他們支持的是香港大學 他們支持的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他們出來表達了他們的意見 昨天五十多位的校友在台上 無論他的意見是甚麼都好都是非常之精彩 也都令到整個的討論呢 是進入一個高質素的討論 而整體的投票率 大家也都看到是黑白分明 是很清楚的他們的立場 所以校友的參與 是令到整件事呢 是可以變成了一個香港大學的一個社群的一個共識 那這個可以說是香港教育史上面 一個是劃時代的一個事件來的 從來沒有一間大學是有這麼多的校友出來 開一個會議是討論學校的事務的 今次我們做到了 所以在危機之中 香港大學仍然是值得我們驕傲的 這件事肯定是未完的 我們知道今次我們的大會 所通過的議案 無論他是多麼的票數比那麼高呢 他們都是無約束力的 只不過是表達了一個很強大的民意 很強大的聲音 而且這些聲音 是經過所有人獨立思考而作出的 但是我們知道 有關的方面 比如校務委員會 權力是在他們那裡 他們會怎樣運用他們的權力 是明智地運用 還是專權地運用 我們不知道 我們要看接下來的情況 在九月底 我們現在暫時還未知道哪一天 校務委員會會召開下一次會議 這次會議據說他們會 是就著副校長的任命問題 會加以處理 結果是怎樣 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會繼續關注這件事 昨天的投票是我們一個勝利 但是這個勝利 能不能夠贏取到下一次更加根本的勝利 我們還是要拭目以待 所以我們會做幾件事 未來我們會就著校務委員會的下一次他怎樣處理 我們希望能夠約到校務委員會的委員 和他們逐一去講我們的看法 也都向他們反映所有的校友 在這次投票裡所反映的意見 我們會到時希望跟他們有一個真誠的對話 我們希望他們真真正正能夠看到校友的心性 和香港大學的最高的價值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認真地思考 如果有個別的委員認為我們是恐嚇 我覺得這個實在太過其實 甚至乎可以說是過分 校友們在這次這個會議上面 是按照香港大學條例 按照香港大學的規程 按照畢業生議會的憲章 來要求召開這次的大會 亦都進行討論 我們形成的是一些意見 希望他們尊重 希望他們尊重所有的校友 今次發出的聲音 我們也會研究 譬如說 這個特首是否應該作為這個校監 等等的問題 這裡牽涉到複雜的法律 或者一些章程的修訂 今次我們的大會 是作了一個原則性的 一個大家校友的看法 比出來 跟著具體怎麼做呢 我們都要從場計議 慢慢去斟酌 所以我們也打算 會舉行一些研討活動 我們也都希望 有些仔細去成立一些小組等等 我們會就這些問題去研究 實際上大家可能也知道 我很早的時候作為我自己另一個身份 就是立法會議員 我亦都提過 是就處這個法例的修訂 希望能夠提出私人的條例草案 這些都會是一些跟進的做法 除此之外 我們也都會跟各方面的持份者 進行溝通 今次我們發出的很強烈的聲音 主要是代表校友 也都有一部分的教員 因為生意會的成員 是包含了校友和教員的 但是我們還有很多的持份者 包括學生 學生當中有本科 有研究生 也都有其他的教職員 也都有大學的高層 我們都希望跟他們 能夠進行溝通 然後我們大家一起去實現 大家覺得應該要做的事情 怎樣能夠令到 校務委員會能夠撥亂反正 怎樣能夠令到 香港大學整個管理能夠納入正軌 這些都是我們很希望能夠做到的 我們也都在這裡想提一提 我們不知為什麼 昨晚教育局出了一個新聞稿 這個新聞稿所說的內容 都令到我們大惑不解 第一 大學事務 教育局是很少會去公開討論的 我自己在教育事務都跟了很久 我想我和教育局的官員的接觸 都有二十多年長 歷任的教育局的官員 當我們提到大學事務的時候 他們都會表現得非常謹慎 尤其是公開討論的時候 更加是謹慎 專責大學事務的官員 基本上是不會討論大學的事 但是昨晚為什麼要就著 港大畢業生議會的討論 是一個按照法律按照章情來召開的會議 他們突然之間要提出一個這樣的說法呢 這個我覺得 是違背了一路以來 香港院校自主的這個傳統 院校自主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院校並不是政府的下屬 並不是政府直接管理 政府會尊重大學的管理 所以一路以來 政府都不會隨隨便便公開討論大學 尤其是大學自己正在處理的事務 大學正在處理的事務 為什麼政府要加把口呢 這個我們是大惡不解 第二點 我們一路認為 就是一路覺得 教育局在很多的事務上 反應都不會這麼快 為什麼這一次這麼快呢 我們有些朋友的討論就是 會不會這個並不是教育局自己去主動提出來的呢 會不會是 譬如說特首啊 或者其他的朋友 提出來是要出一個這樣的做法呢 但是無論是哪一個提出來都好 特首也好 教育局也好 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要知道 作為行政部門 他們本身的權力是有界線的 不要隨隨便便 這樣去跨過那條界線 我亦都詢問過 今早上我亦都詢問過一些 以前在教育局任職的朋友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建議大家 不妨找黃永平先生 以前的教育局的局長 究竟他們過去的行事習慣是怎樣的 會不會好像現在這樣 那個內容有沒有回應 那個聲明的內容 那個聲明的內容 大家一會兒可以提出來 好嗎 我主要講了我們主要的觀點先 最後我想借這個機會 我們感謝香港大學的各個方面 包括校方 因為其實今次 整個大學的校方 動用了很多人力物力來支持這些大會 包括校友辦事處 包括其他部門 他們的工作都非常之辛勞 亦都很多謝 是畢業生議會 在今次做了很多很多工作 他們常務委員會的朋友 以及今次特別有一個工作小組 他們的工作尤其是今次 因為從來都沒有過 所以當中有一些的出現 譬如排長龍這些問題 我們都很容易理解 我覺得今後我們希望 這類那麼特殊的大會 其實我們不是很想開的 我們希望今後如果大學能夠撥亂反正的話 我們可以無需要再勞思動眾 大家再搞這些大會 我們希望有更多的校友回來 聚會大家聯歡 而不是這種大會 而不是這種大會 但是如果大學的問題 譬如說在未來的日子裡頭 我們看到 下務委員會九月尾的情況 是仍然不能夠撥亂反正的話 我相信校友會繼續關注 校友也會以不容辭 多謝各位 請大家可以提問 補充 想補充少少 剛才有位記者問到一個問題 我想剛才未必有人答到 就是說 廣大在過去這十多年 都發生給你一個大的事情 為甚麼convocation 沒有做到一些 好像跟全工作 好像在今次事件裏面 我想如果大家說 都應該是比較 相當清楚的有兩件事 一個就是200年的一個民調事件 以及前幾年的8.18事件 其實也是正經反映到 為甚麼要用 畢業生議會去做 就是上兩次的時候 很清楚 當時的校委會 就著這兩件的事情 他們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 去跟進 做報告 公佈出來 我們看到當時的校委會 是能夠很清楚用回 我們香港大學 過去這麼多年來的 既定程序 去處理一些 有爭議的事情 最重要 在大學的環境裏面 就是 講事實 擺道理 將這件事 講清講楚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 做出來的結果 報告接受了 這件事 我們校友也不需要出來 但今次很明顯的地方 就是 今次校委會所做的事 基本上只有四個字 禮奔惡壞 我想作為校友來說 如果可以不用出來的話 為什麼要出來 上兩次你們已經有一個 自我糾正的機制 但今次大家看到 校委會 一方面可能有些情況就是 躲在一個保密制之後 又不出來交代 只是在說 我們是最高管治架構 或者有個別校務委員會說 我的意見是這樣 跟他不一樣的話 就用說恐嚇 他們說根據法例 我們是最高管治機構 我們是最高管治機構 我們說根據法例 我們開會討論大學事務 給予意見 這樣就叫恐嚇 我覺得這件事 是相當清楚的 商場標準 在這部分來講 我想我們 校友關注組 主要是覺得 既然大學現有體制 校委會出了問題 他們說 我們是最高權力機構 那校友可以做甚麼 我們會依照香港大學的優良傳統 我們是講道理 平心靜氣 理性討論 就用香港大學條例 賦予畢業新議會 最初設計出來的功能 給一個清楚的渠道 給校友用一個最和平 理性和一個合法的渠道 講清楚我們的意見 給一些校委會的成員聽到 聽他們明白 他們可能在位置上 是一個最高的權力架構 但是從來讀大學的話 不是說你最高 就是你最大的 港大的模特兒 明德格物 甚麼時候都說 以法為專 沒有這樣的說法 我們想表達一個機會 也能夠多謝這次校友 這麼多出來 就是展示我們自己 香港大學 培育了你這麼久 這個時候 是要表達一些 我們的說法 有質素的看法 給一些人看 我們看看我們香港大學的畢業生 是這樣的 多謝 剛才有位朋友問 那個問題 對於那個聲明內容有甚麼回應 我簡單回應一點 他裏頭提到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由特首做校監是法律規定的 這個行之有效的等等 然後他最後很奇怪地 他就說大家一個討論 就是麻煩大家知法守法 我們覺得完全不知道法律的 就是寫這份新聞稿的人 寫這份新聞稿的人 我相信他未看過 香港大學的條例 特別是香港大學的規程 香港大學的規程 是第28章第10條 是講了畢業生議會的權力 是power的權力 第C款 就是可以有權 討論任何跟大學有關的事議 然後第1款 就是把這些意見 帶進去校董會、校委會 或者教務委員會 進行跟這幾個機構的溝通和磋商 這些是香港大學的法例 和章程裡頭規定的事 怎可以說是我們不知法守法呢 這個講法我覺得是非常離譜的事 特別是有關條例的修訂 我們知道如果是特首是否兼任校交問題 這個牽涉到法例 我們現在不是說我們是做任何事 違反這個法例 我們現在是進行著這條法例 是否需要修改的一個很前期討論 這個前期討論甚至未涉及到立法的過程 立法的過程就會進入到立法會 我想大家都知道 而去啟動這個討論 畢業生意會完全可以是一個非常合適的地方 如果畢業生意會代表校友、代表老師 是有一個這樣的意見的話 這個意見可以交給校委會或者校董會去討論 然後大學是可以啟動一個修改香港大學條例的程序 所以這個是在法律上面 在程序上面 我們現在的做法是完全恰當的 但是在他裏頭寫到 如果我們討論一下 特首是否適宜做校監 都是不對 都好像是犯法那樣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非常霸道 這就是我其中一個回應 好其他朋友 葉議員你剛才說了 今次很多校友 剛才主席有提供一個議會的成員數目 是十六萬二千 計分你們最高通過的演講七千八百多 都是不夠五十四 你覺得怎樣代表校友的意見 這個問題是正如剛才主席 他用非常有智慧的答案來講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先例 沒有先例 我們是很難去找一個參照的準則 你說十六萬校友 是不是十六萬都要出席呢 這樣才有代表性 其實很困難的 因為校友我們知道分佈在全世界各地 也很多可能在我們紀錄上 沒辦法知道他其實是 因為我們校友已經百多年了 我們完全不知道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沒有一個很好的參照標準 如果你說我們用另一個參照標準 就是說我們過去畢業生議會 其實每年都有開全體的會員大會 經常性的會員大會 每一次開會的人數大約一百幾十人到 如果你說用一百幾十人來做衡量標準的話 這次是超大量的人數 所以你用哪一個參照標準呢 會影響了你的判斷 所以這個主席其實是非常有智慧的一個答案 我只是想講 在香港這麼多間院校 有沒有試過有一個校友的全體會議 有接近一萬人的參與呢 如果有的話 這個未必是一個很大的事件 但是在我的知識裡頭 從來沒有試過 有這樣的規模 所以我覺得 這個在香港高等教育史裡頭 是一個非常之突出 可以說是劃時代的事件 也是校務委員會所做的事情呢 我相信他都想不到 他有這麼大的激發能力 令到這麼多校友 三千多人犧牲一個晚上 有很多是父母家長 九月一號剛剛開學 就是那個照顧自己的子女 我…我們的… 另一位議案的推動者 張雲琦小姐是一位媽媽 我希望她們介意我講少少私隱 在這個九月一號晚上 原來做媽媽是要簽很多通告的 在這個昨晚點票的現場那裡 我就看到她們不斷在看通告 不斷在簽通告 其實大家都很忙 大家都很辛苦 為什麼九月一號 三千人走去現場去參與呢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其實反映了大家非常之積極 非常之關心 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今天感到自豪的一點 但是你始終還沒回答 5%的人數怎麼反映到 是代表到靠有這個民意 還有即使十六萬 你說港大八年也好 有些人可能不斷在 你說其他人死了也好 那截本也有十萬 然後也想問一下 其實你覺得怎麼反映到這個民意 這個其實主席是對的 大家自己各自去判斷 你覺得如果不能夠 沒有足夠的代表性的話 其實你就會覺得是沒有足夠的代表性 但是在法律上 在程序上面 它是完全符合一個 在畢業生議會裡頭的法定規定的一個標準 所以它是一個程序上 它已經滿足了它的代表性 所以你說它實際的代表性是怎樣呢 大家各自判斷 但是程序上面 法規上面的代表性 它已經完全具備了 譬如說在立法會裡頭 有某一個會議 可能人數未必很多 但是它滿足了法定人數 通過就有法定權力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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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I think the University Council and also the Professor Lo and also the Education Bureau should respect the voice of the alumni So many of them have voice up And if they cannot see that I think, well, they have to reflect on themselves I think anyone in the University community would consider this as a very important perspective A very important opinion of the University community Including the alumni and also the teaching staff So I think, well, they should rethink about The comments And how will you follow up now? Yes, this is not the last battle I think this is just another beginning And all of us have been doing so much on this issue And we are dedicated to do more in the future And we are committed to fight for and to defend the dignity of the University And it's institutional autonomy And also academic freedom And we would do, for example To start liaising with other parti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in the universities And for example, the students and teaching staff and so on And we will also study on how we can improve the legislation For exampl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rdinance So that we can have a proper arrangement And whether the Chief Executive should be the 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y Or if he is the Chancellor, should his role be confined to Ceremony One And we will also try to contact each of the Council members And to talk to them And try to convince them If some of them might refuse to be convinced But we will try our best to communicate with all of them And I think and I believe that Many of the Council members are actually rational And they will listen And they can listen And they will consider If they feel the gravity Of the, you know The voice of the alumni Please They don't ever know Quickly and simply What do the results show? 2B and C are alternatives But both passed And C got the slightly higher vote And B Which one should be implemented? And how should that be taken forward? And how should the selection of the Chairman be made And be changed to ensure it's set for the start? What are your ideas on it? And does the university ordinance need to be changed? I think the two motions received a slightly different number of support It shows that there are almost equal support from the population For the two motions And we will need to study in greater depth into it And we will probably propose something afterward And so we Actually I think Well 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decide What we are going to do Or which part we are going to adopt But we will decide later on And Okay, Gloria For motion 4 The voting result shows a very clear signal That alumni present or through proxy Supportive to the acceptability principle When we selected Or when the council is selecting its chairman So it's very good A strong signal to the council That they need to follow up on this principle At this moment our concern group So we didn't have any kind of concrete proposal On how this acceptability principle to be operated But To name But the view that It could We could We could have a range of Wide range of Arrangements Such as Before the council chairman is appointed The council could consider to commission an independent institution Or agency to organize a university wide survey Hose forums Or run consultation sessions And even seek serious advice from our senate Regarding the nomination or the election of the council chairman So that These are some of the options But in the longer run As what Mr. Yip already mentioned The council composition And also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rdinance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that we need to reconsider and review In particular about the composition And also the ratio Ratial of the membership Between university members Versus external members representation At the moment The council The council protocol State clearly that the ratio To be The ratio of the membership Is two to one In the sense that The external representation Is two Versus the internal membership As one So we We think that These are all very Important issues That we need To discuss Among The university communities And also throughout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s what Mr. Yip mentioned That in the coming months Or coming years Definitely We need to solicit views From different parties In the university From teaching staffs From students From senior management From council members Yeah All these stakeholders From the council And also from the university communities Need to seriously discuss About the longer term arrangement And review of the constitution So these are just some of our ideas in mind But as said The principle is clearly and strongly adopted By the alumni through voting yesterday And we really would like our council To seriously take these principles into consideration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I think 最後一條問題 是嗎 可以講一講 收集到的受權票的情況 和會否有很多是來自行的開業 我們收集到的受權票 昨晚都講了大約有2500的受權票 通過我們的關注組交的 當中有一部份是來自海外的 有很多不同的國家 北美、歐洲、東南亞一帶、澳洲 其實都有很多的朋友 很多校友來自不同的國家 有些是通過快遞 將他們那張的受權票交來給我們 其實相當之失望 好 快快一點 我們盡快 講完這個 你剛才講的 我香港也講的 你沒有打個別人 我香港也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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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三 會不會當心武論 他向後跟進這個動議 會變成出了聲明 現在似乎當時是處理院底 校委會處理副校長的任命 覺得這次的結果 會否可以阻止他們副校長的任命 如果在校長之後 你們會做些甚麼呢 很長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對於 必須生意會成立一個工作小組的問題 我相信我們會跟他們進一步了解他們的計劃 但畢業生意會是他們的職權範圍 我覺得我們會很尊重他們安排 另外9月尾這個會議 我們真的很想校務委員會 作出一個非常明智的決定 這個明智決定 我們在接下來的這個月 我們會盡量約見他們的成員 希望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結果 但結果我們沒有辦法去預知 我們只能夠全力以赴 那我想這個全力以赴 不如我們臨尾 好不好我們 因為其實是 我們站起來 我們大家手牽手 我們攜手並進好嗎 我們亦都向我們的所有今次 參加我們今次的高質素 以及大家亦都理性平和的一個會議 的校友致意 那我們大家一齊 手牽手 好 香港大必勝 好 香港大必勝 齊心 好 香港大必勝 不要齊心 齊心 好了好了好了 香港 守護香港大學 好 守護香港大學 好 守護香港大學 好 我們再一 二 三 守護香港大學 好 再一次 守護香港大學 好 OK OK 多謝各位 有個簡單的再補充一下 剛才負責將信封交給主席 那個立信德豪會計師事 復賞行公司 BDO Limited 他們那個身份的名稱想看來的 叫做獨立點票專員 獨立點票專員 So they are the independent vote counter Independent vote counter who has handled the report to the general of the Selling Committee of the Convocation Thank you 那現在跟著請彭先生這件事 好 本來就去等 你們累不累啊 蛤 很累啊 我盡快說吧 好不好 首先呢 非常感謝大家 寶貴的時間 以及我們亦都想恭喜 這個關注組 他們能夠有 這麼好的動員能力 如果大家在昨天現場 你就會看得到的了 基本上呢 由開始 一進去這個灣仔 那個天橋上面 天橋上面呢 就已經看到很多人在那裏派東西 也有很多大聲工去做這件事的 所以你看到呢 上面那個動員能力是很厲害的 我非常之佩服他們 那我想在一件事呢 就是跟大家講一講的 就是 我昨天呢 就是開完這個會之後呢 一些的感覺 還有呢 就是很多時候呢 我們的整個的過程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其實如果在這一個 整個的大會裡面呢 沒有我們擺一個 這樣的第三個動議程的話呢 相信呢 大家都不會知道什麼事 就已經過了的了 為什麼教育署和盧寵茂教授 都立即出來指責這件事呢 大家就會看到 這些不是簡單的問題 那麼這個簡單的問題 跟大家分析一下先 首先希望大家明白 一個人有愛善的心呢 這個世界就會充滿愛和善 如果一個人呢 心裡面存了怨恨的 所遇上的 基本上都是仇恨和憤滿 如果對這個世界 覺得所有的都是陰謀的 你就會覺得所有都是陰謀 打破一個比方 不知道我有沒有聽過一個故事 就是一個在農村裡面 他不見了一個斧頭 一個農夫 他就見到隔壁的鄰舍有個斧頭 他就以為他偷了他 就日日越看越像 他就突然間在床底 找回一個斧頭 就發現 原來發現他真的不像 那想說什麼呢 就想告訴大家 其實你看到一件事 很多都是陰謀論 我在昨天 如果大家在現場的 你會聽到實質是祭祭的 那你會聽到這個情況 如果大家沒有機會聽到我說的話 一會兒大家有興趣 我們將昨天的演講稿給大家 中文的英文都有 甚至連我所講的那個錄音都有 那錄音裏面 大家可能今天都看到 頭條新聞 就是說 彭宏那些英文很差 那就是 那我也回去 暫時再聽一下 那發覺一件事 就說 如果人家的心中裏面有屎的話 他就會將shit 就會聽成shit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 回去聽聽我的錄音 究竟我是說什麼 那我發覺我是沒有說錯的 而是連我的學長 尖德龍先生也跳出來指責我 那我起初都奇怪 為什麼 我原來很簡單 就是因為 所有的在政治的手法裡面 都是這樣的 就是說 首先誰跳出來 阻礙我的 第一個就先打倒你 然後首先第一個否法 就是要將你這個人污衊了 說這個人你本身 完全不可以相信的 很差勁的 然後才會再跟你說 那麼在昨天的會議裡面 如果大家有機會 可以聽回整個過程 很遺憾告訴大家 其實昨天晚上是沒有談到 關於這幾條的動議 基本上是什麼呢 大家來到的就是 我們贊成二和四 噢 拍掌 誰說三的 噢 你看到一件事 不是一個理性的討論 如果一個香港大學的校友 有這麼多人 而能夠都有這麼多年的經驗 以及獨立私有能力 都是有這樣的情況 我就覺得非常之擔心 如果大家不相信我所說的 大家可以回去詳細看一看 我想再說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就是很多時候你看到 我昨天如果有一個的 一個同學 校友一跳出來就說 那他講什麼呢 他說當年在香港大學 這個蕭若元先生 做這個康寧堂的時候 他就洗炸一個比賽裡面 激起很多其他宿舍的同學 很生氣 那麼他就帶領這些同學 就將這個康寧堂全部打爛了 那麼他很開心 他之後打爛完之後 我不用罰的 那麼你想想要破壞別人的東西 是不是應該要自己檢討 那麼這位同學呢 他也都是在這個728的時候 那件事件呢 也都是領導之一來的 那麼就說以前 在學校打亂了的東西 現在也都會再來 那麼我會看到是什麼呢 不是個人攻擊 而是我擔心的就是 香港大學大學生不是有特權的 我們也都是一樣是有這個行為的準則 如果我們是完全不守法的話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那麼我想大家如果留意我想說的一樣東西呢 我一直走回來的時候 昨晚的時候就看到這個關注組呢 就是派這個指 大家看到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捍衛這個學術自由 維護院校自主 那你想想一下 我以為他們呢 這個其實一號都是我們呢 支持十大院校 校長 院長他們聲明一下基本精神 這個就是第三個條 你這個動議的基本精神 但是你看一看回 這個剛才那個二決案 如果他是拿這個來做這個宣傳招牌 是要維護這個 為什麼第三條不會過呢 這個道理很簡單的 因為我們不是他們的政黨 也都跟他們沒有關係 我們是沒有能力 他能夠可以動員這麼多的人員 可以去支持這個動議 所以你看到第三個條 有很多人是拒絕的 有些拒絕的 為什麼呢 這幫人是良心發言 他覺得這一條呢 不是你政黨的 但是我也不忍心去反對他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現象 就是說一樣 不是大家盲目去支持一些 本身是不合理的東西 那我想告訴大家 這些是什麼呢 對不起 我只能這麼說法 政治本身是一個 相當康脹的一個遊戲 我本身是來自於 龜隱山林很久 我已經退了十幾年 我為什麼要跳出來 在這裡和你們說這些什麼 還有一件重要的就是 為什麼我要出來 給別人污衊我的名譽呢 我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但是這個在政治的遊戲裡面就是這樣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這個月裡面 我真的非常衷心 那麗塞尼尼尼尼是怎樣得權的 他只要帶著三萬個人 衝進去市會 他就可以將他的政府推翻了 你知不知現在香港 我們很多是沉默的 大多數 如果一些政黨 他們能夠可以真真正正的 可以去動員一些人的 而這幫人全部心裏面都是充滿怨恨的話 我們的社會是很危險的 剛才我位同學去打亂這個 打爛這個康領堂的事 這個是什麼呢 是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一個反叛 以及如果沒有說錯的 現在是一種anti-establishment的行動 現在你看到的 為什麼要將這個校委會 要這樣做法呢 為什麼教育署會跳出來呢 告訴大家 就是這個可能會出現骨牌效應 如果你本身是 所以剛才呢 為什麼他不用了 這個校友畢業生意會呢 就是因為他們以前沒有這麼聰明 現在開始聰明了 我讚他 為什麼呢 可以利用了這個畢業生意會的平台 對這個學校施壓 剛才這位的記者說得很好 究竟你有這麼少這麼多人 究竟是不是真的可以代表 很多人在海外 海外根本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看到一件事 很多時候是憑什麼呢 就是你有沒有這樣的網絡 能夠動員這麼多人 我認識你們 你給我面子 那些不是真真正認 是能夠明白這件事是什麼東西來的 我相信昨晚出席的同學裡面 不是一定個個明白 每個動業背後的意義是什麼東西 所以可以告訴大家 我呢 我們的責任已經結束了 我們不是政黨 我們自己盡了能力 我們提出來這個聲明的時候 只有大約五十人 但是如果對著一個政黨 你看看昨晚如果你在那裡 顆顆都是這個政治的明星 包括了余若薇 包括了這個吳靠儀 很多很多位在那裡 我呢 單人匹馬應付所有這些人 為了什麼呢 希望大家趁著這個機會 社會大家明白 我們現在面對的一個很嚴重的困境 是什麼呢 如果大家有時間的 我就有一篇文章送給大家 那你可以快慢慢看一下 那我不是危言聳聽 而是告訴大家 香港現在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很多的沉默大多數 我們很多人都為了賺食 但是如果有人專業去搞政治 而是他們本身是不尊重我們香港的繁榮安定 而是希望呢 變化得太離譜的時候 其實我從頭到尾都不是反對他們的 我們的責任是什麼呢 就告訴他們 你所做的事可不可以停一停 靜一靜 我們想一想 不要來搞香港大學好不好 我不是支持文匯報和其他人 如果別人的報紙報道的 本身是一個正確的資料 你說他做什麼呢 文匯報也這麼說 這個蘋果日報也這麼說 關鍵是什麼呢 他們說的 不要因人廢言 我們一定要客觀 能夠理性去看這件事 但是如果偏了的時候 戴了眼鏡的時候 看所有東西都是偏式的 但是很可惜 現在社會真正能夠有這種的獨立思考能力不多 因為為什麼 大家的資訊不夠 而大家呢 這個記者你們都要清楚的 每一個人都見過差不多 知道他們所說的是真話還是假話 那麼我告訴大家 我從來不會從政 也將來都不會從政 不用擔心 我只不過是什麼 作為一個香港大學的校友 我都退縫山林了 在一個 看到一個很不合理的 還有還有 一個很長遠的發展的一個問題出現的時候 我跳出來 你看不看 你有沒有覺得我們整個組裡面 沒有第二個人就出來 就是因為好像昨晚那樣 你知道很多人是想贊成其他 或者不同反應的意見 不敢說出來 因為怕一出來就被人聽 何必要呢 那就是告訴大家 那種群眾的力量是很大的 而這種情況是不能夠忽視的 所以希望大家趁著這個機會 我希望如果大家能夠正確 即是準確地報導 告訴大家 香港是相當危險的 如果大家不再去注意這些 這樣的政治的勢力慢慢蔓延的話 我跟他們沒有完全受怨 我純粹是以外香港 外香港大學的情況 剛才葉先生說得很清楚 告訴大家 香港大學的政治漩渦 現在才是開始 而我作為一個校友 我已經做了我自己的匹夫之責 以後的事情 我相信校委會 必須要自己和學校 要自己承擔 我們沒有能力 去抵抗一個 這麼龐大的 我們是這個堂臂黨居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 即是我們的情況 對我們來說 從開始到現在都說一樣 我們是為而不爭 我們是負為而不爭 事故無由 我們是因緣 對人民沒有因緣 我們只是以事論事 還有如果大家有興趣明白我們的理論 可以去網上看 我們有很多文章 尤其是分析 佔中的情況 和佔中以後 香港的可能性 我預測了香港 講到未來的50年的發展 你們可以看看 更重要的是負為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所以不要說我們輸贏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 我自己覺得 我們已經得到 比我們原來希望的多很多 其實是全靠各位傳媒的朋友對我們的支持 可以說回你那條文章 氣權票和廢票加起來也有超過三千張 是否你的意料之內多呢 反正應該說 要很多 下一步還有沒有行動呢 因為關注了那邊 就說你會逐個弱點 下位再表達一遍 我們沒有這個 我們不會再有行動 我們會主關注這件事 我們不會再有行動 因為我們本身是幾十個同學 大家覺得這件事很有問題 所以才跳出來 所以你看到一樣東西 剛才就說 如果這個Motion 3 本身是講回這一個的 你又拿著這個出來 為甚麼會不贊成呢 這個虛偽性是很嚴重的 即是告訴大家 在這個政黨的時候要很小心 我想問一下 那個十大院長聲明裡面 其中有一件事 就是對於學生衝藥後委會 是深感不安的 是的 你覺得是否這一點的爭議 令到你這個Motion 那麼低票 那麼少人的報告來呢 不知道 不過老實說一件事 你如果一個普通的市民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 這些學生的行為非常之對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不言而語了 其實昨晚我相信 十大院長都在 我想他會聽到 我們整個情況 知道今天那個結果 他會非常非常傷心 可不可以說回氣權票加上廢票加上三千張 你自己說的那個意味 即是假的 那個量要做甚麼呢 剛才我不是說了 純粹我個人意見 就是如果我們能夠拿到大約一千八票 我們覺得已經起出望外了 因為我們的估計 應該大約一千個都不夠了 如果竟然都有一千八百人支持我們 就很開心了 其他東西你看到的 如果九千的話 減了一千八就應該七千多 七千多你就可以看到 在第二的二ABC基本上是七千多 七千多其實就是 一定是頭那邊的關注組 即是說去到第三的時候 都有三千多人的話 量心發現 發覺不行的 不可以看到那邊就是頭的 所以就變成這樣 老實說那群人如果頭那些的話 怎會特意錯的 有成千多人是不是 所以就不忍於能夠可以投到反票 所以變成他的成果就是廢票 或者是abstain 這是我個人的揣測 可能會錯也不行 你為甚麼你猜一千票 不是,沒得猜 只是感覺而已 你想想一下我們只有五十人 我們沒有甚麼海外的票 對不對 所以變成我們的網絡是很小的 因為我們從來都不會想著 去做這些群眾運動的事情 你好,你如何批評你的《Ocean 3》 是否是你期待的? 我只是在中國描述的 這就不好了 現在,1800票是一千多人的票 是其實非常高的 比我們要超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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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超過的 只有五十人的朋友 我們要超過的 我們沒有想到 在一個人的民眾運動 3,800 abject against and then about 1,500 abstain and 1,500 would be walled okay so I just mentioned you can see from the vote of the other motions they have at least 7,000 in each of them and if so if they are all for that particular motion or against that particular motion as I mentioned it's simply because that motion was proposed by us and we are talking about principles so if so they should be also 7,000 against right but I'm sure some of them do have their conscience and also independent thinking so that's why they just put it on abstain or intentionally put it void I'm not sure it's just guessing okay that's why he's heV 很不滿的情緒 對,你覺得對,你完全對 所以我昨天在記者說的也是一樣 其實我昨天最大的感覺 就是整個香港人 包括了我們的校友 其實最大的問題 就是對特首很不滿 你看到昨晚的氣氛 你也在,是不是? 大家都在說對特首的反對 還有一件事就是他們恐懼了中國 所以變成有這樣的情況 他們未必只是因為政黨 你覺得對,但我意思是 政黨的力量很強 如果加上這種情緒 也一樣,不只是政黨才有陰謀論 還有一件事就是我們社會 很多時候,尤其這件事 裡面的情況是很錯綜複雜的 所以真正知道裡面整個程序 的人不是很多 他連給你解釋的機會都沒有 好像我昨天對楊生在電視台就是 他連給我解釋的機會都沒有 他就已經說 一定是中共插手了 這樣就沒得說 如果你本身所有的東西 都已經用了陰謀論 這是很典型的 但問題是,因為這三分二的票 都不是經過校友幫助做他的手 你是不是自己都用了什麼陰謀論 他在看城市呢? 第二點呢 第二點呢 想問回你們當中 其實不少的成員 都是有頭有臉的人 譬如說,蔡素玉 Theresa湯,湯蕭麗珍 他們都是一些公司 蔡素玉只是簽過名的 當時,他沒有參加 你本身那個導演的情況 就是你們各自總共收到 譬如說,因為你們 我告訴你 我其他的朋友 譬如說,我不知道 我自己只有六十個章 所以,如果想要準確的數字 就是這樣 不過你覺得是對的 就是告訴你 可能我都是陰謀論 不過不是這個問題 就是告訴你 我想說的就是 我們是沒有立場 我們希望學校好 香港好,以及社會好 就是告訴你 但是如果你本身真的要覺得 這個陰謀論 你看什麼都會出現 這個就是大家都希望 可以能夠解釋 但是原動力就是所說 就是對這種的怨恨和恐懼 Yes? Was the meeting conducted in a fair and orderly mann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f the convocation and should its outcome and of the vote be respected by everyone and finally are you concerned that if you like the, how can we say the internal mat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re becoming politicized? I just mentioned in Chinese you know I think you know I think you know it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real political turmoil in Hong Kong Yu and Hong Kong Yu using Convocation as one of the stepping stone is a very good move and concerning about yesterday's voting I always respect all these decisions of the meeting but mind you one thing is actually all these are just number games because you can see that last evening most of people they are actually not talking about the in-depth meaning and the rationale behind all these motions but they just show their own position and then they are only you know support those people they are for for their own motion and then not even giving good opportunities for those people they are really for for other motions such as motion 3 OK any more OK 是 我們動員情況嗎 其實我們 我們的責任已經結束了 即是說 即是過去過去 如何收拾受益 都是通過朋友 以及自己的網絡 以及電郵 電話之類的東西 亦都有一些人 因爲在報章上收聽到 傳媒收到 他就變成了 他們亦都會支持我們是真的 商量的 是 確實 你剛說的 有些逃避後 有人理解香港的現狀情況 但他們其實看這件事的時候 都可以去看網絡新聞 是 一定會 因爲通常的媒體 是很有立場的 如果本身那些讀者只是看那些媒体的时候 他就会受到这个影响 这是很正常的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 我们有些我昨晚的演说 还有大家有兴趣 我写了一篇文章 讲关于我昨晚的感受 有一些讲我刚才的感受 可以回去作为资料 如果大家有兴趣 你可以留下一个卡片给他们 我可以传了我昨晚的访问 那个录音给你们 你可以听听一下究竟是 Shit or Shit 多谢